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需要做的是 我希望能够快速的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希望将来的号码在这边显示的时候 能够显示类似像这样的格式在这里 但是我只有几个讯息 一它的什么呢 电信业者 二 门号 但是这边特别注意 如果它是三码OK 可是如果两码就要补一个零 如果要这一码就补两个零 中间要加一个这个-符号 OK 类似像这样子 那怎么做 这个地方的话方法当然很多 这边当然有一个提示 用串接符号 和REPG 这个就repeats了 repeats几个 其实有repeats几个零的意思 重复几个零 再加LEN 光想到其实就好多个函数 但是有些函数你可能不熟 像什么rept LEN 所以这前面有一些前置的一个练习 比如rept 我如果今天要重复几个星号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找到函数里面 记得先切换到什么文字函数 里面的话找到r开头的 所以你rept就找到了 那他会有个提示 rept就是重复几次 重复什么 重复一个test 就是哪一个字串 几次Lambert Hines 几次按确定 那文字的话就重复这个信号 记得先把它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再来几次 根据什么呢 根据它的销量 但是销量的话必须是100个给一个 所以记得除以100 那这样子当然OK 按确定它会只有一个 不过比较标准的应该是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把小数点去掉 因为基本上 一颗星没有1.58颗星的 但是还好他其实还蛮聪明的 他没有说1.58颗星 出来的话刚好是一颗星 再加58 就是那个星号是 那个有没有 百分之58的那样 还好没有了 不过如果说将来 会有这种状况 你必须怎么样 再把什么 小数点无条件去掉 那怎么样 把小数点无条件去掉呢 当然有什么 run down也可以 不过run down要打那么多字 有没有短一点的 有啦 INT应该各位用过吧 INT刮糊 有没有 INT的话实际上就是 无条件捨去小数点 那所谓INT就是 integer 就是整数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转换之后 他就不会留下小数点 也就是说 无条件把小数点去掉 无论你有多少小数点 他都会帮你把它去掉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再把它向下填满 也许自中一下 向下填满 他就会重复几颗星了 OK 那另外的话 还有像LEN LEN是算几个字 比如说我们这边 他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算 身份字号对不对的话 那除了性别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这边可以 也许可以再加个长度 这边的话呢 可以再加一个 它的字串长度 比如说我这边练习 假设这边长度 然后呢 可以用插入函数的方式 文字里面呢 也会有个LEN 按确定 他确定 往下填满 都十个字 那 从这个地方 可以判断说LEN 不过性别 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个性别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还需要配合像 这个函数 MID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性别 可以用那个MID函数来做 等等的 我想这个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待会的话 我们会利用 REPT 加LEN 帮我做出什么 这个的手机结果 结果就长得像这样子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